开始 谢谢大家 首先 给大家叫声好 我叫徐晓东 完了 谈不上什么的 格斗狂人 这名真不是我起的 完了 我就叫徐晓东 东瓜什么的都与我无关 都是没破的 完了 头一次呢 来西北的地方 给大家见面会 而且这是免费的 庞江如果收钱 大家找来算账 跟我无关啊 完了 给大家鞠躬之意 好 开始好激动 完了 牛逼 牛逼 我听大家的 第一阶段是我聊 还是大家问 你聊吧 先聊吧 咱们先聊最牛逼的事吧 先聊屎吧 你拍他们 这屎是什么事啊兄弟们 王湛海啊 他我们2017年 我自从打了雷雷 太极拳第一个站出来 就开始就开始挑战我 王湛海的微博 说你们找两年前的 他呢 说代表太极的来挑战我 而且他拜他的徒弟 我一句话给他掖上了 我说没问题 但有一点 你是师傅 还有你弟 王湛军 我都认为是假的 我跟你们来块打 你徒弟 跟我徒弟打 王湛海说 那你 你这不行啊 这找一个一米九几 得成钱 是吧 后来呢 我说那实在不行 我徒弟 不怕丢人 不怕被揍 我跟你那个 王湛海的徒弟 成钱打 没问题 但有一点 我徒弟跟你打 对吧 咱们都得公平啊 他不说话了 之后中国武协 这就今天 我第一次骂中国武协 王八蛋 在2017年五月 居然找所有的 散打运动员 和武术明星们 包括你们知道的 什么刘海龙啊 什么什么 傅高峰 好多人啊 集体联名 讨伐骂我 完了 那帮运动员 我告诉你们 他们就是吃官粮的 就给专业运动员 你懂得 给国家干事的 拿工资的 老老实的签名 一叠一堆新的签名 完了 骂徐耀东的 给我切勾架 后来我呢 就急了 我也把手机 我调整啊 我也急了 急了之后呢 我说操你妈 我说我今天啊 开始从2017年来 我跟你们全中国 所有的武术 跟你们干了 要不然他们说 我叫狂人 我因为我是败害 被害的 所以我他妈的 为什么那么狂 被逼的 我为什么被 跟他们骂 被逼的 我为什么打这帮傻逼 被逼的 逼的我得化妆 逼的我就去国外 咱们慢慢聊 吃屎这问题呢 所以我跟王湛海 有瓜哥了 王湛海躲 他躲基建农员的基建 我徐晓东 生生的自己花钱 跑到温州 找基建队的运动员 给我试 谁有我的微信 兄弟们 谢谢 你们帮我证明一下 没错吧 我微信里都有 对吧 我的肚子 肩和鸡鸡都被他们 那么拿拿 那支基建刺着我了 合着我没吹 我没穿内胆 我暗黑试验呀 徐晓东说过 牛逼呀 我就专门躲基建 我说到底能不能躲基建 最后的证明是 基本是不可能的 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王湛海 马上基建运动员 出来道歉 说确实是 湖南卫视 要求我来配合 最牛逼的就是 橄榄球运动员 李铁拖发短信 说东哥 我能说吗 我说兄弟 你随便说 我都不知道 他跟我说什么 第二天 他居然说了 我叫李铁拖 我给橄榄球运动员道歉 我给你们丢言了 我跟我的师兄弟 橄榄球 农大的 北京农大的 跟王湛海的 那个橄榄球对撞的 那个是电视台 要求我们 这么做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使劲 我给橄榄球运动员 丢人了 这个立马 全网 你们现在都不用我说 百度全查 全有视频 所以王湛海 跟那个 跟橄榄球的 又暴露了 王湛海拿着橄榄球 撞倒了三个橄榄球运动员 完了之后 特别牛逼 我去牛逼呢 那你妈跟王湛海 你家组织一个橄榄球队 不完了吗 你拿世界冠军了吗 就是 这不成牛逼了吗 这也 这也是给暴露出来了 第三个暴露出来的 是柔道运动员 我现在手机上 都有他的聊天记录 全有 柔道运动员 要求 也是湖南卫视 要求跟王湛海做动作 但是 不许 不许摔王湛海 不许摔 但是柔道运动员 布洛伊 说我们 不让我们摔 我被他摔倒 我们不干 后来 湖南卫视 跟他们说了半天 说象征性的 被摔倒一个跟头 相征性的打平就完了 完了 这个柔道运动员 找他教练 他教练找我 所有的截图 我发朋友圈了 我已经发了 我也发了 就这东西就是 确实在骗 但是呢 我为什么不能说 大家可以录啊 我说话你们都可以录 虽然随便的发 但你们能发的出去的 随便算 好了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 这是电视台 给王湛海拍的 也就是说 王湛海可以随时说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是电视台的要求 所以这一点上 我也没有再追究 后来 你们也知道 格斗世界江俊华 是因为我打 他妈的田野那件事 江俊华高兴啊 卧槽 他妈的 那么多的 全国观众看 开始啊 就到处的弄去接事 他跟王湛海的关系 确实不错 那么 王湛海在海南 单手举起来 五十公斤 我试了 我告诉大家 我举不起来 实话 因为杠铃太他妈长了 手腕根本就 抓不着力量来 好了 不是我说 我觉得再多 好几个摔跤运动员 是吧 各几个都摔跤吧 你们要单手举五十公斤 我觉得可以 但是不是挺费劲的 咱说实话 王湛海那么轻松 后来我呢 不信 我随口来一句 要他们真能举起来 我吃吃 后来之后 我再仔细查 他那个杠铃 是十堆的杠铃 是短杠铃 就这么大 咱们真正的人为的 咱们健身的这个杠铃啊 得这么老长 特别长 这让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一根杆就二十公斤啊 就这么长 大家没事 待会你们自己 举举杆 你们就知道了 特别长 不好控制 后来我就觉得 操 有可能王湛海能举起来 因为这个十堆是短的 我就 就请三拨朋友去海南第二天 那海南公家老头都傻了 一拨一拨拿着秤 你知道吗 兄弟们地秤啊 好几个人 横着地秤去 给我腰去 所以东哥还是有一定魅力的 最后一腰 确实是四十九公斤 说东哥好消息啊 这孙子没有推 没有举起五十公斤 这他妈是四十九公斤 我兄弟 因为这个我来说又不支持 我觉得不对 四十九约等于五十 咱说话就算数 后来我就说 寄希望于这个视频啊 它落的时候 我就太清楚了 寄希望于是假的 完了我就等着 我等了一阵时间 完了一些朋友们 跟我说 东哥这个视频是这样 要仔细地查 你这个视频 有可能是做假 但也有可能是真 但是得需要很多技术手段 目前短时间内 我们分辨不了 这个视频是真的 我一想 草他妈的 都已经这样了 我已经说吃了 目前的这个形势 对我极为不利啊 但是我一想 我以后还得打假啊 我他妈得干啊 所以我觉得 得有一个契约精神 因为中国人我觉得啊 真的第一喜欢 就是第一讲的多 第二确实没有太多契约精神 所以呢 我觉得那我他妈的 也来一个说到就做到吧 所以就直播这吃屎 吃屎 我就 我就开始琢磨怎么吃 吃谁的 吃谁的 第一 我又想到先 我就想什么 去动物园 吃动物园里 那个羚羊 吐的那拉的屎 你们知道吧 一一一一的 我想着这个 后来我一想 我说万一我他妈吃 这帮孙子死活 不认不认的 说必须吃人屎呢 再来一遍呢 我只能说 哎 再来一遍呢 我就回到吃人屎 吃人屎我吃谁呢 我咱们吃谁 我都觉得恶心养屠 吃我自己也会不忍心 后来我的小儿子呢 是一岁多 一岁七个月 他的出生日期呢 是315 那我小儿子 我完了之后 一岁多 我说行吧 我吃他的吧 就这样 我就下定决心了 当时我拍的时候呢 我也就拍好之后 我回来之后 我发到叫江俊华的时候 我跟江俊华说的很清楚 我说这是原版的 没有马赛克的 有任何人敢说我作假 你把这个发过去 从我儿子拉 到裤子脱 到我拿筷子点 到他们搁在蛋糕上 到我吃 全没有一点点 就是画面没有任何 就是没了 没有 就或者是翻面没有 这个我就拿这手机 一直这样 永远的这样 我这是卷满了 江俊华我给你 我给了江俊华 我给了预说还修 这是一个百度 百度百家名人号的 一个知名的记者 又给了拳击的 沈阳的叫行为的 一个拳击时空吧 搏击时空 一个记者 给他撒 我说我把这证据都给你们 谁要说我假 要逼我接着吃 我把这撒给你们 反正我先打压 打完之后再发出来 告诉大家是真的 他们说没问题 江俊华傻了 过了几分钟打电话 哇小兄啊 怎么真吃啊 我心想 你装什么呀 你这真吃不好啊 我中毒的 我还没死呢 我怎么着呢 我可真的没穿啊 我可哪那都没穿 我可哪那都没穿 我知道他会这么说 所以我说没关系 我说我让你穿 我什么雷雷啊 俞昌华这种傻逼 想看我吃屎的 让他们看 我说没关系 我说徐晓东既然说到这了 错了 那我必须得认 当然了 这辈子我不想再吃屎了 实话啊 好了 下面咱就说 先点点说再吃屎 我仔细想着想 我干吃确实恶心 我一想着 我爱吃巧克力 实话 我爱吃 所以我这个身材 我爱吃 我买一个巧克力 还找了一个高级点的 巴黎贝田 巴黎贝田还算是 稍微高端点的吗 对吧 有味多美啊 这个那样的 巴黎贝田还挺贵的 巧克力想要吃的 拿回来了 我占了两粒 也不算太小吧 一粒 两粒 赌吗 赌吗 赌不赌 输了接着吃屎 我吃多少屎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完了之后 照片有啊 照片在写一个 其实照片两粒 那粒掉旁边了 完了之后 我说完那句话之后 我就嘎吱嘎吱吱吃进去了 你说什么味道 说实话 因为裹着大量的巧克力 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 感觉烧心 这个是烧心 心理作用 完了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心理反应 就是整个胃力就烧 就不可心 但是就吐不出来 我就大量的喝快泉水 大量的喝快泉水 这是我吃屎的经过 我吃完屎都发出去了 后来从今 我觉得我也做了三个准备 从今往后 大家都说了 那 徐晓东 你还就是吃屎的人了 完了 我呢 就想这个对策 你们记住了 跟谁干 不管是在商场 在学校 在你们工作单位 在战场 人与人的关系 就是他妈战场 就是战场 无烟的战争 我不见头非得打 有时候说和行动 就跟他们开战 后来我想 我就怎么把这个 舆论给搬回去 我想了一个词 都是我 所以说到此为止 都是徐晓东 一个人的罪魁祸首 没有任何后台来帮我 如果有后台帮我 我就觉得 我不会混成今天这草行 那么我就想 我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徐晓东能上天抓龙 下地吃屎 就是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了 你们传我 操你妈 你们还能怎么着跟我 徐晓东你不要脸 你居然干这 那那那 不用拍手 谢了哥 完了 我说 我说徐晓东都是吃过屎的人了 我还怕什么 这句话 我觉得我一直鞭策自己 从吃完屎之后 到现在就是 一直鞭策自己 我都是吃完屎 然后我还怕什么 大不了以后 泡不了妞了 这实话 我说徐晓东你也不吃屎的 哪个姑娘还能跟我case 所以就没戏了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我对武林来说 我第一完成了一个 我的诺言 第二呢 这是刚刚开始 必须得干 绝对不能听 完了 现在于昌华 不是还有雷雷什么的 游戏 于昌华 都说需要 你看我就说 我都有预判 他说徐晓东 你吃了真是假是啊 所以我一个句话怼回去了 我说我跟王湛海打的赌 江俊华那边赌 我把所有真实的射头 没有打码的 全发出去了 你们这边查 我说你们觉得 如果徐晓东吃屎了 你们直接查 你报出证据来 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了 所以吃屎人问 你呢 我跟大家说 这个确实是真吃 实话 王老师儿子的 我呢 觉得不丢人 但是你让我再吃 我再也不吃了 以后得赌 我一定要长好教训 要不然赌钱 要不然赌别的 完了 除了屎就是钱 对吧 上次我也真是 确实是我应该赌钱 赌西瓜 赌西瓜 你们一个一对一的话 拼不过我的 吃西瓜我练出来了 好了 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到这次 但是你们看啊 今天完了是吧 明天吧 他们那个 隔世界 隔头世界 还举办一场比赛 传统武术比赛 俞昌华跟他妈的 什么女的打 什么 我告诉你 这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纯粹的把 这个武术啊 给娱乐化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 就武术 武术娱乐化 但是 你不能太低级 他们现在玩的偏低级 你要娱乐化了 你高级点 高级点就可以 所以我跟大家也说 就是说 中国武术 首先我要说的是 中国人不太上 真正的练武的中国人不多 但是有金庸武侠小说 情节的中国人特别多 老做梦 梦见美女 一般人欺负大 我英雄就美 做报德美人归 基本上所有男人全是在擦 开豪车 抱美女 对吧 还有还得打一帮人 所有 所以说每个中国人 都有一个武侠义的心 但是就是真正练武不多 真的是不多 中国MMA的格斗 因为咱们可以这么说 有拳击手 摔跤手 散打一种拳 会动员 最狠的是MMA运动员 因为他什么都得练 而且戴武士道 真打 打得特别惨 OK 中国真正的MMA运动员 有一定实力的 能上了台面 我告诉大家 14亿的人啊 咱们不超过200人 在美国是7000人 你们就说200人 我再说一遍啊 中国我这好多拳管了 那不是职业选手 真正职业选手 什么都不干 整天练 拿着玩意儿吃饭 当然中国没有专业运动员 因为没有专业 这个MMA是不像专业的 中国家也不会承认的 所以说 其实中国人不是特别善悟 但是呢 有这个情节 有这个旧古侠的情节 所以出现了一种事 就什么 咱们世界全王争霸赛 中国全王争霸赛 没什么人看 你说徐晓东拿下 我操一堆人 开始看 这就是什么 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也是一种古侠的心态 但是你说徐晓东 你靠这个 你活起来了吗 我目前是我的管 我刷告大家 必读选管 我是在8月16号的时候 正式卖出去 正式卖了 我只是在那里当那个总教练 经营权 利润 什么的都不归我管 我全卖了 为什么 我怕有人害我 我现在唯一挣了两笔钱 我说了 这种 这种全民进兵会是我免费的 我唯一挣两笔钱 第一呢 就是我在私教 因为我确实教得很好 我的口才也好 完了 我教得好 这把兄弟谢了 你举手 感谢 完了希望大家呢 可以去北京的上我的课 完了这都是商帝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种看 那个当你点名上 好像有你的私教课 一阶分六百多 没有六百多疯了 那我就死了 因为我一阶课是一千到一千五 因为我还得全管还得跟我分呢 所以说我能得到六百五 有可能 但是私教课应该是一千到一千 我我亲自教 只要是徐晓东的私教课 你放心 绝对是我本人 不然我就去试试 对不 四教课这哪 这必须的 第二个我挣钱的就是 这里谁谁谁谁 油管 油管直播 PayPal PayPal 我再说一遍兄弟们 很多兄弟们告诉你们 你们看不见我原因 不是我被等着了 没有 而是你们上的网 他妈的都叫局网 真正世界上叫互联网 你们都他妈没上 就那几个哥们 有VPN翻墙的 你们看不见 在大前大前世界 你们都生活在井里 我就告诉你们 我不开玩笑 就今天来这 很多人都说徐晓东你敢来 你这会出危险 我到我们旁边这兄弟特别好 找了好几个水晓运动员保护我 六个人 我走前俩 旁边俩后的俩 我一见我一见男演员呀 其实我 但是呢 我也害怕 有人找麻烦 而且不光这样 就在座的各位 保齐也有哪哪哪的 提尾的哪哪哪的 什么往往监办的来盯着我 我在泰国打比赛的时候 泰国你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泰国是亚洲第一间谍特务中心 各个国家间谍特务全在泰国那汇聚 所以我在那的时候 咱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好多人都去盯着我呢 你们没发现我打完之后我一个字都没说话吗 对吧 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逼着腿 为什么我就怕出错 你对他妈的国保了 公安车盯着我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们知道吧 他们绝对不会带相 有的老头 其实是半顿国保 我告诉你 有的是 没说您呀 这个 所以呢 就是我 而且我呢也不会乱说话 就呀 所以跟大家也说 这个另外一个钱呢 就是有时候我在油管上做直播 油管上做直播 后头贴着一个二维码 哎 有哥姐 哎 小冬给你扫到码 很多人看 我扫小冬 你还不就要半个乞丐吗 我说合法行企 只要合法行企 我也认 我堂堂正正 我哥二维码 哎 还能收到钱 我谢谢了 有八块八十来块 我都直播了出去 都直播了 这个翻墙 是为什么我要翻墙 到全世界给大家看的原因 是因为 国内没有任何一个网站 任何一个平台让我放 或者让我直播了 没了 你们能想象的什么豆鱼吧 花椒吧 硬客吧 熊猫吧 王思聪那个吧 我还知道一堆 王思聪那熊猫直播 给我一年二百万 这样我第二天签合同 是六月六月五号的事 六月六号 我全全国封杀 再不找我了 再不找我了 咱们说网红 我都有谁 你们说这网红 那网红的 我说我心想 不叫事 我带一直播 我现在被他们都封了 我钱我都不取 我就留着 早晚我起诉新浪运 我一直播一次直播 是一千一百万 点击量 你们就告诉我 现在还有谁 那么牛逼 我这是低调低调 我也没老有钱 我再说一遍啊 那会我还不懂什么叫 打赏 你们知道吗 我都一千一百万 我牛逼这么多人啊 就听我骂人 真爽 有一个飞机过来 我说孙子 你拿过速农茫飞机啊 对我一个轮船 我什么 他们接我轮船啊 我说我这直播呢 你呀 他妈别我发热了 后来拍摆 你哥们 东哥 这一条船五百 我想到时候 我一脑是啥了 你不知道吗 我还特牛逼呢 第二天就给疯了 钱什么都没拿出来 我也不要 为什么 我说了 等着啊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咱们想干 你别瞎瞎啊 不要不分啊 不要不分啊 我干这包无数的 所以现在我的真正的钱呢 也就是 也就是一个教课 一个直播 他们说直播 非法 你如果你在直播上 说一些敏感的言论 说反动言论 这是非法 在目前这个地方 但是我还好 我只骂傻逼 大死你个松 像什么什么 董爱国呀 什么什么 孔庆东那样的 我骂 这个确实 你们说人家找我 国宝找我谈话了吗 找我谈话了 找我谈话了 我觉得没什么 人家说了 你不能说敏感话题 我是我不说 你给我写保证说 我写写 我写保证说 我写写 我以后不能说啊 我以后不能说 都都盯着我 但是后来说 学后工 你这回从台湖打回来 是不是人少了 确实少了 原因不是我怎么着 我一样骂人 但是人家国宝呢 是里外里查我 我这家也没什么事儿 完了之后 那个背景 也是红色背景 老老实实了啊 就是革命意外 绝对不是谈谈谈外 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呀 就是也没有后台 没有任何国外什么什么 这个财团哪在支持我 也没有任何什么中介公司啊 来炒作我 都没有 人国宝都查我 查我说 你看就一傻逼一个人 牛逼轰轰的 那臭牛逼去吧 所以我呢 还行 人身上说实话 确实遭受很多威胁 实话 但是目前来说 从国家的层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从打假武林这层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 我负责的说 永春不算中国传统武术 算近代武术 永春还是不错 还是确实有一定实战的 那么 传承下来的 像中国是摔跤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咱们里外里往上去倒 我告诉大家 从清朝的闪扑营 你们也知道 大内高手 就是康熙把敖拜都抓着了 那帮人 全练娇的人 全廖娇的 廖娇从元朝开始 元朝哪啊 是人家他妈蒙古的 打汉朝 咱们没什么中国武术 你别给我说 降龙十八掌 你妈必然还有他们元朝 还有清朝的事吗 都是胡说八道 人金庸老爷子 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我跟大家 也正式说一下 中国武术有吗 有 能打吗 你跟现在伯计没法打 你打打老百姓啊 行 所以中国武术 我定性为什么 两个 第一健身 第二杂耍 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嘴唇和人 他就是一个健身 一个杂耍 就一健身 一个杂耍 你说太极拳 说我都你老攻击太极拳干嘛呀 我攻击的太极拳 是他妈的 太极的他整件吹牛逼 一个人过来把你挡了 你二十个人推我 我分分不动 这是违背了物理学的 兄弟们 这他妈违背了人体的定律的 力学定律的 这不对的 咱们中国傻逼多呀 傻逼多还真信 你们明白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跟大家 也说 这个大家 大家听我的 谢谢 不听我的 没事 咱们找证据 你们找论点 给我驳回来 我为什么那么牛逼 就是我打破了整个中国 不管是他们 摔跤运动员啊 选打全运动员 他们也不敢得罪 或者轻易 没有时间想的事 我给全想出来了 这些武术 很多都是骗人的 很多都是假的 我说那好 怎么证明 打了 他们一说我打 就骂我没武术 完了之后 我们没办法呀 我们没办法 所以我这个武术 我已经非常的低调 跟大家说了 你任何的传统武术 没办法跟现在博几比 那边聊完了吗 那边还有什么事儿吗 同志们 送走了 送出去了 没事儿 拿了个太极 送出去了 太极了 拿了个太极 没事儿 没事儿 你们干嘛要送出去 好不容易来一个找死的 然后给他玩一玩儿啊 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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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他 我看着他就好玩 你说咯 因为我在北京 你们老说 中国藏龙卧虎 我告诉大家 牛逼人都在北京呢 学校 律师 医生 文化 你们说吧 什么明星 基本上全在北京 难道说实话 习大了是不是牛逼啊 牛逼在北京呢 也不在西安呀 我叫叫太极 那帮牛逼都在北京呢 我就在那儿呢 我他们没见着 一个人跟我那称牛逼的 称死了 我不在全管的时候 拿一个旗子 哎呀 徐晓东 你回来中国传统文化 完了我们的前台 这姑娘特别牛逼 哦 知道了 你们来抗议吧 讲着啊 打电话 喂 东哥人抗议 再一看 你帮他 没有 全跑了 全跑了 真的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 已经是 基本上 百毒不侵 还是那句话 我连屎都吃了 的人 我见怪不怪了 这是经历 你们要我 谈很多的经历 很多 中国太多了 就各种各样的武术 我跟他们去调查交锋队垒 还有查很多真相 真的是太多了 包括这回去泰国比赛 中国武馆中心直接打电话给那边的给泰国人说不希望我打比赛 当我急了 我说 靠你妈管你 他们基本事 我都不 我都跑到泰国去了 我都不跟中国人打了 我跟他们日本人打 你们还骂他们不管我打呀 就怕 徐晓忠多说话 我说要不然你们 他们让我戴一口罩行吗 因为我可不能戴口罩 那个云村的事可不能说 戴口罩可不行啊 我一听话 我明白了 口罩都不让戴 所以我也没办法 现在他们什么都那么敏感 什么都那么敏感 让我无可奈何 我打完了 我现在回来了 我去韩国是因为韩国的MixFC的一个赛事邀请我在安东市 这是首尔 这是北京 这是安东 就是泰国最底下 就韩国最底下 我飞机飞到了首尔 就人川吧 人川登陆 开车四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一直到了安东 釜山 去那 等于这韩国的这一朝下 我都走了 我看见了韩国人 看见韩国人 北京人啊 就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人高利棒子 韩国棒子 韩国逼 对吧 很多人骂 后来我到了韩国之后 我发现了 我操韩国人大部分啊 大部分的大部分 非常的和蔼可亲 非常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 而且他们的经济 真他妈的牛逼 就什么牛逼 就是老百姓的经济很牛逼 我到安东市吃烤肉 烤五花肉 完了之后 我那个翻译呢 说说饭 完了突然说了一句话 那小伙子一抬头 他说你是中国人吧 完了 那小伙子一愣 完了 我也一愣 那翻译说 我能听得出来 因为我那个翻译是 是韩国人 但是朝鲜族过来的 他能听得懂 他就这种口音 那小伙子说 我是山东烟台的 过来留学 七年了 我现在读研 我马上毕业了吧 那还有工作 你还回北 还回中国吗 不回了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韩国呀 我不喜欢 韩国人他们挺自私的 也不搭理我 也不搭理我 我那就回国呀 我不去 我说为什么呀 挣钱少 我说他说 我一个读研的人 回去 工资可能也就一两万 我在这儿给您烤五花肉 月薪是五百万韩元 怎么算 五百万韩元乘以六 那几个点一去 三万人民币 给您烤五花肉 薛耀东对天发誓 再说错 我吃水 继续吃 什么意思 这是真事 一个给我烤五花肉的一个员工 月薪是三万人民币 我当然在这儿了 我当然在这儿了 这儿挣了很多 我说你们韩国人是不是很 就是很穷 我看你们韩剧 吃个排骨就跟过年似的 觉得牛肉都特别的贵 韩国人说 首先东哥 我想跟您说的是 猪肉我们这儿非常便宜 大街桥上都有那种塑料布盖 进去之后喝烧酒 吃烤肉 全是五花肉 我们韩国人喜欢吃烤五花肉 而不是五花肉特别贵 不是 这是第一 第二 牛肉分两种 一种呢是美国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 多少钱一斤 是13块到16块人民币 一斤 我说好便宜啊 但是韩牛贵 韩牛 就是在韩国养殖的牛肉最贵 所以说我们韩国人吃日本 没有日本 吃美国吃澳大利亚的牛肉便宜 但我们韩国人吃自己国家的牛肉贵 为什么 我们这儿少 也好吃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请朋友的时候 请他们吃韩牛 我想我们平时在家里就吃美国牛肉啊 我们可能穷点 吃美国牛肉 我一天 我操 你们穷人吃美国牛肉 中国人 就真的是实话 我就一些很多问题都问 那我就 我说那我接着问 为什么要高利棒的骂你们韩国人啊 他说首先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有历史 这个朝鲜族的人 他非常工整 他说我查一下历史 说那个时候 中日战争的时候 韩国是日本的一个附属国 就被侵略了 所以日本兵员不够 会大量的调朝鲜人 那会儿韩国不叫韩国 对吗 叫朝鲜半岛 没有分朝鲜和韩国 都是朝鲜人 OK 到很多的调墙的人 到大陆来 什么当保安 二口头的 或者是警察 维持秩序 但是日本人又不相信地方人 所以不给他们配枪 被棍子 原来民国的时候 警察也是棍子 被棍子 所以很多北方的人 就给包括东北人 你看韩国人 朝鲜丫头 高丽棒子 高丽棒子 就这么叫出来 这么叫出来 我说我还要问几个重要的事 那帮韩国人就这么听了 说东哥您说 我直播了六个小时 谁看了 谢谢了兄弟们 直播六个小时 是 你们知道为什么直播六个小时吗 兄弟们 因为我据那有人说 孝东你可注意点 有国保人盯着你 你到了韩国 你胡说八道 你可惨了 我说去你妈呢 我告诉你们 他们盯着我 我直接直播六个小时 你们随便盯着我 所以我把这帮 跟韩国人交流的事全给直播了 我说还有一个问题 我说 我听说啊 你们韩国人说 屈原也是你们的 端午节是你们发营的 鲁须也是你们发明的 他妈的都是你们韩国人发明的 郭德邦也这么说吗 所有韩国人 一口同声说 我们韩国人从来不这么说 说徐老师 如果再往这么说的 最大可能性是两种 两种人说 第一是日本人在说 在黑我们韩国人 第二就是你们自己的网民来说 但是相对于中国人 我们更讨厌日本人 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人 为什么有钱 意味着我为什么知道有钱 我就马上 我就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 萨德问题 韩国人说那句话 我当时我靠你妈 我告诉大家 你们全得赶 我问萨德问题 韩国人都不说话了 都低头 你们信吗 当时谁直播 直播你们看了吧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不回答了 不回答了 他们问我 跟我说不回答 后来我仔细的追问 在吃烤肉的时候追问 那几个韩国人如果吃烤肉的时候 轻轻的跟我说 说徐老师 其实说实话 我们韩国人特别不容易 首先我告诉您 我们背后得有美国 为什么 有大量的物资 军事的保护我们 我们不敢得罪中国 因为中国是现在 在对大的经济体验国 很多都的钱 我们都靠中国人来挣 完了 俄罗斯又那么大的国家 还有我们 有海岸线的问题 还有日本 有海岸线的问题 他们都是强国 我们都管得罪 外加旁边 一个神经病的朝鲜 离我们首尔 就他们200多公里 说任何导弹 任何导弹 说大炮大炮 我们只能让美国 来帮我们保护 我们韩国人 打不过朝鲜 人就直话 是说 我们韩国人 打不过朝鲜 没有美国就没有韩国 你说对不对 兄弟们 真实话 人家韩国人就是说 说徐老师 我们真的不敢说这些话 因为我们很尊敬中国人 一个萨德问题 季州岛 99%的旅游公司 全倒了 因为中国名记 只不让旅行团去了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去韩国人 你们自己问韩国人 没了 好多险族人在那工作 全他妈的到韩国 其他地方工作了 因为说东哥 我们在中国台 在冀州岛一个月工资 我们基本上是九万人民币 当时我听 我操 就是这样 但是这萨德以来 九万人民币变成了九千人民币 缩水十倍 就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说 徐老师 我该跟你说一件 我们非常的尊敬 喜欢中国人 因为这几年 韩国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那么我们靠着中国 我们经济也是腾飞 但是真的是因为朝鲜 这个神经病的地方 我们不得已必须得依靠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 没办法 而且徐老师我们现在最讨厌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今年啊 韩日打贸易战的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所有韩国人全告诉我 打贸易战的 是半导体还有传导器 还有高科技的东西 打着呢 说我们些特别很日本人 你们知道吧 我说 那我明白为什么还来韩国 你们都高兴 因为我打长导了 就那种感觉 完了他们跟我解说 所以说徐老师 您明白了吧 我们对中国人是非常尊敬 我们是又敬又怕 非常尊敬 那么怕是什么 关键就是中国一段经济 我们很多钱挣不着了 他们韩国人这么说 我在大街上看见的百分之九十 都是韩国车 安东市 天安市 公主市 安山市 我整个一条路我全走了 我看见基本上全韩国车 韩国人的民族情绪 比咱们还牛逼呢 我们就是韩国人 我们都买韩国车 就那样的那样子 真的我们吃什么贵牛肉 也要吃韩牛贵牛肉 不买美国车 不买日本车 他们跟美国特别好 不买日本车 中国人非常好 中国人经济强大 他们这么说话 我没有听见一个对中国人不敬的 没有 没有听见一个 你说网上说实话兄弟们 我东哥 你胡说 很多韩国傻逼骂我们 那我告诉你有两件 第一 你说那可能韩国傻逼 可能是你们家旁边那个邻居 什么意思 就是全中国人自己骂了 装装上韩国人骂 这事真的有 很多 第二 说东哥 即使是我们的韩国人 你也知道网络 键盘侠太多了 对吗弄死你 小冬 你等着我明天我去关键弄死你 那玩特牛逼好 我等你一年两年都不来啊 哈哈哈 这帮傻逼就网络全喷了 现在我都无所谓了 我说他们谁骂我 骂了骂了骂 还想怎么知道 没下文了 所以这帮韩国人也说 说这网络的事不用当真 咱们就什么 首先咱们有一颗大国的心 我希望兄弟们啊 有一个强国的心 大国的心 韩国什么很小 咱们没有咱们经济 强大经济 他们真的是生活的很一般 所以咱们很好 咱们大可不必较真 你们韩国人说我们中国人 我弄死你 我说你们说我这个男 没必要 真没必要 要这样的话美国人全早就死了 为什么全世界都骂美国嘛 当然美国为什么还是第一 No.1的经济强国 我们马上骂死他了 马上骂死他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 为什么人家真的他妈是 心胸宽广 无所谓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是 在看韩国人的这个 这种眼光上 听一下徐晓东的 因为徐晓东说的都是实话 给大家讲 有韩国有傻兵吗 有 有犯规都没有 哪都没有啊 都有 只不过相对来说 韩国那地方 目前对中国的尊敬不多 对中国的敬畏 咱们实话实说吧 敬畏 人家韩国人都认钱 但那个安东市那小伙子 讨肉的 他说的特别实话 韩国人对我们中国人 不好也不坏 就不怎么跟我们交流 不怎么跟我们交流 但是我为什么说 那你回国吧 那我不回去 为什么 挣钱 都挣钱 那我现在见了一帮中国人 还帮我家亲戚 在欧洲的哎呦 东哥你可别来欧洲 看这国家原来挺好 现在要被那些非裔的移民 阿拉伯移民 什么难民 非洲难民毁的完了 现在穆斯林好家伙一生生一堆孩子 往来到处的惹事 我们都不行了 哎呀 我们真希望你们中国 你们中国真好 哎呀 我们都不行了 后来我一句话 噎回去了 那时候我们家亲戚 说那咱俩换 往去那边受罪去 你回中国想服来 我来 装什么逼呀 咱不用装逼 一懂就全明白了 泰国 接我的是明哥 就叫张明 是中国 是华人 但是不中国籍 是泰国人了 就告诉我了 我告诉他 我爸2004年 02年啊 打了支架一个五万 一个啊 安真医院 北京的 我说了 2004或02年 安真医院 一个五万 明哥在泰国 去年打了俩支架 三十泰铢 相当于七块钱人民币 我说哥 真的吗 说小东 你发 你采访我 你把这视频发给全世界 就是真的 我说好好 我就真的发 全世界泰国人都说 对呀 为什么 人家三十泰铢的理论 就是不管什么病 都是三十泰铢 住院 治疗 药物 手术 康复 三十泰铢 三十泰铢 你说韩国有这样的吗 有 但是韩国是什么 韩国是保险 你要上高额的保险 但是那个高额 也不会压他 你的那种高额 不会压他 你的那种高额 因为 我说过 我不去的国家 我没有发言权 我去了 我亲手问的 我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我必须得问 到韩国 而且说 你看这韩国的 这个拳击啊 格斗水平 有中国强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 那个比中国太强的 都差不多 但是韩国呢 就是职业选手更厉害 普通的选手 没有中国人好 但中国人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 这一段时间的见闻 还有我吃水的一些事 这我一吃一吃 所以我也跟大家聊 现在呢 我其实有好多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 大家爱听不爱听 所以下面呢 咱们半个小时 咱们呢 二分钟到二五分钟 大家有什么 集中性的话题 或者是特别 大家都有意思听的 问我 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我今天呢 在西安 明天呢 去看看兵马俑 因为身为中国人 长城 我是十九岁才去的 我是北京人 十九岁 他们到长江 兵马俑四十了 我今天四十一了 我没去过兵马俑 我得看 天安门城楼 我是三岁在上这跑 因为我姥姥呢 是历史博物馆 一个小领导 正好那个天安门 算历史博物馆 我们翻筹 所以我打小就在那玩 你说我阅兵 我没阅过 但是爷爷我 他妈的三岁 就在天安门城楼 来回的跑着玩了啊 好了 不继续开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开始问吧 那个雷雷 一个个时候 啊 在哪一次 最五个份准备 OK 雷雷雷这傻逼啊 为什么呀 他打了天眼之后 我觉得 对雷雷 不是膨炸 为什么 他真正的跟通过 国内传奇 练格斗了 我挺高兴 我什么意思 其实证明了我是对的 雷雷你跟骗子 后来你练格斗了 对吧 我还挺高兴 我说行 雷雷打得不错 我还表上的案子 王八蛋回来骂我 哎呦 徐晓东你不是说不行吗 徐晓东你师父不牛逼吗 你跟他太急了 趁要忘推啊 你师父怎么躺床上 你问我这问题 你师父怎么躺床上了 我一听过他们就傻了 我赶快打电话 我师父你怎么了 师父说没事啊 就上个月感冒 歇了几天 我操你妈我就急了 我说那是我师父 你妈咋逼得我 他们也没招你呀 你呀说我师父什么事 完了我就说 孙子你呀别给脸不要脸 我急了 我直播当中 我把雷雷我俩对话我发出去 那一段谁听了 这里有听了吧 什么意思 我就急了 我操你妈 雷雷不依不饶 来一句什么 好不好 你徐晓东你都说的对 啊啊 你呢 千万别输给一个日本选手 输给一个日本选手 你就别活了 你别回国了 你不然混了 你要赢了呢 嗨我们也明白你怎么赢了 哎呦我操你妈当时打 那你要让我打不打了 你让我是不是赢了 后来我特别生气 我操你妈 我这人就是这样 我急了必须弱子的 我说孙队我11月22号开始 到1月22号结束 两个月 我徐晓东两个月不到成都 给你呀 那么推出武艺 我这话说没说过 同样有效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就告诉大家 我联系了一堆兄弟 就他们找呀 你们肯定问 东哥你他们是打的吗 雷雷已经说了 见我就报警了 说了见我就报警 我说没关系 我带着 我带着一哥们当摄像剧 我呀雷雷在哪 这孙子在女厕所我也进去 给他救出了 就当着全世界面 给他直播 我把他黑我的所有事 我全说出来 问雷雷当面的问 孙队你呀 为什么那么胡说八道 你告诉我是真正想 给大家证明 我看一下怎么说 这事你们放心 我说一定干 而且呢 我说家就去派手所我也干 东哥因为做人真 所以公检法各个部门都有我一些朋友 不是我他妈的威胁人 或者我就不是 是我做的事 让他们觉得徐耀东还算可教 所以为什么我来这儿 有这么多兄弟们来 不是来打我 不是来骂我 我要这儿站着雷雷 你得愣死我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做的事 还算是个别门事 所以雷雷这事呢 我肯定去做 1月22号之前 看完 而且我直接播出来 我直播油管 但是有一点 肯定播不出去 因为我网络不行 VPN没法弄私企 只能是WiFi 所以呢 我全程录下 录下来给所有人发明 包括油管的朋友们 油管是好东西 大家要赏 完了之后呢 全世界的老人是好东西 别跟我说翻墙非法 扯淡 你他妈的去骂 或者说一些敏感的事 那是违法的 但是你既然你敢说 中国是网络是互联网 就请你把全部给我打开 所以我告诉大家 很对不起 你们大部分都活在 他妈的井里 我没开玩笑 真实的事 你们都他妈不知道 无锡进都翻墙了 对 就像韩国人 从来没说过 他妈的屈原是韩国人 种子是韩国人发明的 没有韩国人都乐 好多都乐的都够了 没法想象 你们问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 这都是误会 这都是胡说的 这是实话 OK 这个问题回答了 下面继续 你打过那些傻逼吗 大声点 让大家都听听 我也好说 你打过那些傻逼 现在他们还能骗到学生吗 雷雷我估计是悬了 完了余昌华肯定悬 余昌华这傻逼 是被我给绝对弄死 但是还有人 因为我没打的人 他们还在变 比如说王战军 王战海 但是我不能说王战军 王战海 完全是骗子 他们像太极 有一些摔和推手 是可以的 但是 没法跟现在国际农员打 绝对不可能 我跟王战军 王战海打 就是为这个原因 但是咱们现在不给我打 所以很多人不跟我打 他说雪东 你怎么跟他 你怎么 这叫李连杰演的一个 叫什么 以前通通记似的 一道少林寺 这边写的啊 先灭少林后珠武当 我操我说我说没这事 但是确实太极刚完事 还没完呢 这他妈的少林 什么誓言诀吧 誓言字就开始打电话了 他妈又挑战我了 我急了 我说我应战 我肯定跟你打 这誓言字对吧 你们都听着啊 录下来发给誓言字好 誓言字 你现在好像在北京呢 我我我我誓言 是个被少林寺开除的傻逼 现在西宁那边 誓言字是现在正经的 武僧的总教练 他在挑战我 我接了 我一直想跟他打 我我对少林很尊敬 但这誓言字既然挑战我 你孙子你家别说话不算数 佛家人说话更得算数了 大家知道这诓言字 挑战我的事吧 知道 OK 完了 我徐耀东这两年 还办牛逼的事了 我就告诉你们了 我回来的时候 我可能去神经病医院里呢 要为什么吗 誓言字做了一个全球直播 说徐耀东 你这么无理取闹 好 我现在跟你说 如果证明你不是神经病 我可以考虑跟你对抗 哎呦我瞧 我妈的 北京六院是全国最好的神经病医院 我告诉你们 兄弟们 最近我就去 我做一个无物神经病的证明了 誓言字我看一下怎么打 我本来对少林是很尊敬的 说不好听点 这帮人找死 我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傻逼的武术 这帮自我洗脑的人都找死 但是他们是真的在骗 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牛逼 或者在骗 我告诉大家 他们就知道自己真的牛逼 你们回想起50年前 满大街满大街都是污染卫兵 对吗 他们已经被严重的洗脑了 全世界最坏的人在中国 全世界洗脑最多的人在中国 我就告诉大家 我孝宗在其他领域没有资格 你说了吗 但是你们也明白 我打的是什么就好 其实我打的是武力 再其实我打谁 你都明白 就这个腐朽的思想 牢牢地控制的老百姓 傻逼特别多 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科学 他们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价值观 没有 我孝宗是武夫 但是通过这两年打甲 他们越打我越聪明 越开心 我现在不准你们说过 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说我你们也是说不过我的 东哥在二零一八年的四月份 我上了奇葩大会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谁看见那个照片了 奇葩大会 我跟高晓松 完了之后高晓松 完了赵又廷 完了之后那个那个康什么的 他说周永松有康 太康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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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这么康永了 太康永了 那他们合影 我是当时的冠军 我当时的冠军 因为有徐耀东 奇葩大会那一期彻底封杀 因为有我 靠他妈的 所以东哥现在真的练就了 真的是一个全能行的人才 又能打又能说 又能骂 骂是必须的 很多人说 肖宗我们不听你学骂 不听我骂的走人 但是骂是不犯法的 我都必须骂 像差好棒这种傻逼 是必须要干的 在太极拳的根 对不起 我告诉你啊 太极拳的根就是农民 我没有对农民不尊敬的意思 我什么意思 太极拳的根都是在家里种地的 根本就他没有阴阳 两双一说 很多人说 你们说阴阳学对吗 对不起 我又开始了啊 找徐哥吧 什么谈判叫阴阳 他说哎呦冬哥 阴阳阴阳 有女就有男 有公就有母 有始就有 我操你妈像你家 这么一说的话 咱们没有法律 没有人征管家族官 全是玩阴阳了 那道家就最牛逼了 这胡说八道 就是很多人解释不出来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 我问你傻逼吗 说你饿了吗 那些傻逼会说 饿便是饿了 不饿便是不饿 你懂了吗 我操了 你骂了 你骂了 他明白了 就是有些时候 头脑要清醒 不能被那帮的邪教走骗 太一拳 我为什么给他恨 就是因为 害我的人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 全太极圈 所以我给他定性为邪教 主 他就是我让徐小宗你过分了吧 那公元里打太极的 没有 公元打太极随便打人家健身 你们明白吧 我说的打太极 就专门觉得 他一拳世界无敌 最牛逼 来你们五个在那 我一碰 抖了 严峰那种的 严峰这不是他一个人这样 兄弟们 他一拳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这样 一碰就抖 就干着全被垫 全是 不光是严峰 严峰是被揪出来了 那好 严峰的底细你们知道吗 严峰是秦皇岛的一个纺织工人 他嫁嫁给了一个官局的局长 为什么玩太极权啊 什么水利局局长吧 他妈的电影局局长吧 工商局局长吧 爱人 完了之后 税务局长爱人一帮老逼 全是他们的领导 你们明白吗 我为了为人 给你玩太极权 大家一块 就跟到了银行 你必须要玩升级打牌 银行的人原有吗 我告诉你们 玩在银行工作 你会打牌 特别吃香 比如在学校 或者是在证监口 你们会打羽毛球 陪领导打羽毛球 你们就牛逼了 你们升职就无限了 太极权也是这样 为什么什么 马云打太极权啊 你明确了吗 你们老说 马云伟大是伟大 但是什么武术 他就一傻逼 为什么呀 你们知道第一个 马云的老师是谁吗 告诉我 王晨 王你们也不是 叫王林 王林是变蛇的那老师 对吧 现在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就是一个骗子 对吗 死了 对吧 马云的没完 我说马云这 马云为什么认王林 你们知道吗 因为当时什么赵薇呀 张子怡呀 什么李连杰 所有明星全去王林的 为什么 王林要认识高层人 跟某某主席都会见过 这我也不多说了啊 所以你们明白中国的传统都是拍马屁的传统 所以把云 王林 哎 王林被弄死了 就是一片子 好 王林之后第二个老师你们知道谁吗 告诉你们 李一 李一 就是这个道家的 最后也是一片子 他们最被抓起来了 现在也是一片子 明白了吗 老师说一说 那玩意说我我说打太极 反正马云还站出来说话 你们知道吗 其实为什么 他为的是钱 我的微博 徐晓东 MMA徐晓东 出完这时候 我的粉丝 从就是一两万人 叭啦就几十万人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全是真粉 我徐晓东的粉丝 没有花一分钱买过粉 所有全中国所有的明星 全他妈的有买粉的 只有我 我不是明星 对不对 相信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全买粉 所有全买粉 我徐晓东没买过粉 当然了 我也不知名的人物 就这样爆棚了 所以都得监控我 怎么一夜之间 好几十万的人 都在帮他看你呀 包括某些最强活的总统 都在看我 发推特 我也不说是谁了 完了之后 他妈的我一下子 我也崩溃了 我从你妈 我抖然而复 他们说了 你粉丝越多 你越有钱呀 那我今天 我怎么百万富翁了 当时就是一天之内 全起来了 后来最牛逼的是 马云你知道吗 乡村教师 他的他的微博号 爱他 谁家爱的我 王思通 王思通 我说 徐晓东打这个是对的 这就是 台积拳就是违背了很多理念 我们支持的 完了马云那边说 哎呀 其实台积拳还是有东西的 只是你们不明白呀 完了这俩 通过我的微博在对掐 最后这俩屁事没有 我被疯了 我被疯了 一下子就被疯了 那我真的跟 啥屁似的 没了 我那么多粉丝 你也觉得没了 我现在是第十四个微博 我现在要说出来话 放心明天又被疯了 我现在不说了 把它慢慢带慢慢加就行了 从第一个到十四个 我经历了那么多一串串的东西 就是您能想象的中国武术 全他妈对我有危害 全害过我 我徐晓东一个个全怼回去了 我徐晓东对那帮片子就两条路 要不然打要不然骂 我没有一次怂我 下一个问题继续 你拍的那个电影 好 我2018年5月 在承德拍了三十天的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 糟糕的全盗 电影的南极号是徐晓东 南二号是吴梦达 电影的总制片和出品人 是吴梦达 没播呀 吴梦达会 差点被我气着去医院了 完了我们三十天 之后 这个片在今年送审 广电总局拿回来写的是什么 内容暴力 缺少弘扬主权力话题 不予通过 我说我他们那是一个打拳的电影 我他妈不打拳能干什么 我他妈聊人生聊理想去 聊他妈什么 那是打拳的话题 打拳的电影啊 什么一暴击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看东哥又又转眼这门了吧 我无话可说 不是那样人啊 东哥没事 你到香港出去发吧 我还说呢有吴梦达在香港 他是直片人啊 他可以发 我还挺高兴 没想到啊 紧接着八月份就出现了 渔村事件了 我就别想再播我的东西了 又完大了 所以这个电影 遥遥无期 我现在电手机里 只有精彩编段 整版东西也发不出来 也大家看不了 没辙兄弟 你只能等着 这东西就是 一朝执政在这儿 除非我才能出来 完了之后 才能空不于天下 你懂的 来继续 怎么看台湾道和空手道 让一龙想起挑战 台什么 台湾道和空手道 首先 一龙的事到的时候 我先一个说啊兄弟 台湾道和空手道 我先说一下啊 台国人 我问了台湾道的事了兄弟 你还问的好像真的问的不错 韩国人跟我说的第一话 非常空手道 人家说了 徐老师我告诉你 台湾道是日本人的 为什么 韩国没有台湾道 原来叫花廊道 台湾道的本身原来叫花廊道 是什么 是日本人的空手道 是一个朝鲜人 他在日本学习空手道之后 创立了门派之后 打得非常好之后 回国独创了一个门派 叫台湾道 他分支日本的空手道 台湾道是一个不错的体育文化 最起码 起码人家进了奥运会 你们不要跟我说武术渊远由长 这么牛逼的武术 奥运会进过 没有 所以有人说什么 大家累了可以坐下 坐累了可以站着 好了 下个问题 赵一龙像你挑战的 赵一龙是谁啊 赵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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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我这视频您没看过吧 东哥那看过 东哥那兵请了赵一龙来 聊了聊 聊完之后了 我觉得聊得挺好 走了 突然又高又壮了一个 徐老师 你跟我们师父打过吗 我说你师父谁啊 我师父就是赵一龙了 我说你什么意思 要不然你们打打 卧槽给我高兴的 当时你们谁看我这个直播了 谢谢了 证明一下啊 当时我说 我说打呀 巴拉我上这台了 我说来来来 我赵老师不是我不给你灭 我心想不是我弄死你啊 是你 你学生弄死你啊 害死你呢 不是我吗 是你学生 来来来 赵老师说不打 我赵老师我给你灭的 你不打是吧 那跟我说说那挑戏的那学生 那跟我说说那挑戏的那学生 这是你学生吗 赵老师 是是是 来来来来你上来上上上上上 不行 你们俩都是上了上上上上上上了 都不上了 赵锦龙一句话 听我的 我的学生听我的 不打 没错吧兄弟 赵锦龙也拦住了 赵锦龙拦住了 所以说老师赵锦龙对我还算尊敬 我呢就给人留点面子 就不打了 就不打了 什么我说说你这个太偏面了 人家对你好你就不骂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对我好我报恩 你他妈害我我报仇 男人 像这种 这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吧 你们记住了 做男人一定要做几点 第一大点就是有恩必还 有仇必保 你这样的话 爱你的人会更加爱你 为什么呀 你他妈报恩呀 我操以后忽出忽爱呀 有仇必报 谁害你的人 你不敢害了 为什么操你妈这顺德给弄死我 这就是我 你们我希望男人都是这样 你这样这个国家谈和谐 好下一个问题 东哥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 少林寺那帮人弄的 和那个太纪权那弄的 有多大区别 您说的是 少林寺和太纪权弄的什么东西 就是少林寺 少林寺有没有实战功能 那些武术嘛 哎呀我看就咋耍吧 哎呀 再要跟你讲一下 兄弟 首先这个太纪权啊 他压根就不能打 他不像少林寺 还是多少有点东西 压陶级权压根就不能打 太纪权是什么起来的 是他妈的什么 杨露禅他妈进京 给人家一个王爷 当了一个看门的啊 记住了 看门的 完了之后了 王爷都是六七十岁了 那帮满庆的王爷 你们知道原来骑在马上杀人的老了老了也打不了拳也累了 但人家也不想玩玩龙下鸟 为什么人家是老将军了 所以看哎有个拳哎慢慢的推你走哎这不错 我们又是拳又是武术 而且呢又养生慢慢来嘛 不着急就学这个 所以一下子太纪权就起来了 他要起来有一句话叫杨无敌 你们听说过吧 杨露禅对吧 但这句话特别可笑在哪啊 当时北京城市全中国所有武术高手都在北京的地方 可是就在这了 这杨露禅这杨无敌 他跟谁比过武 没有 任何记载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杨无敌是哪来的呀 就是那帮王爷们跟杨露禅推 杨露禅慢慢把王爷推 我教教你 哇这么推你好厉害呀 那你真无敌了 在一个推手的游戏规则下 很多人都跟杨无敌玩玩不过他 OK他就是无敌了 不是操你妈上了一个拳一个爆帅 没有没有 这两个概念 OK您说的少林的事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一下啊 你们说岳飞传啊 什么什么以天屠龙对吧 这都是假的 岳飞的兵书七十现在出土出来的也没有实际考证 这是真的 真正实际考证的是明朝 七七光 抗击窩口这个将军 他出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 季孝新书 大家可以去博物馆查一下 里头有详细的注解 新七光说 中国的传统武术打仗是没有任何用的 真正打仗是长矛 后面配的是盾兵 后面配的是弓弩 按的是阵型出发 这是七七光说的 那么他有一个开国大将 叫余大游 那么这个游什么 是当时亚游 听说少林寺 要来帮助靠机 余大游亲自到少林寺 看看你们练的情况 发现这帮少林的武僧 全是玩枪弄棒 耍枪耍棒的一些表演 根本不适用 余大游跟他们比武 他们谁都没打过 这是绩效西书里写的 之后余大游 把一些兵法的阵 给他们练了 所以你们所说的什么 十八同仁阵 全是人家 绩效新书 谁叫名群精锐 打仗军队用东西 交给了少林寺 少林寺才学会 那是明朝的事 跟他们基本什么 十八棍僧 就就藤王 谢逼啊 什么就像你们知道 三国刮骨疗徒 对吧 都是假的 那他们全演绎 没这事 所以跟大家也说一声 所以说少林寺 你说能有一些东西吗 能有一些东西 那也是从最早的军队里 提出来的 而不是他们少林寺 自己出来的 记住少林寺 这个这个东西 你们要知道 佛原来是没有武术的 少林寺 他归于佛教 佛教传于印度 他原来是没有武术的 到了中国最后改变改变 那个武僧 原来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武术 都是后人们给他鼓了鼓弄弄出去的 对于武术 全世界最牛逼的贡献的人 只有三个人 金庸 古人 杨宇生 没有 绝没有第四个 就给他解释 好下个问题 东哥 我是在油管上一直关注您的 还有十分钟啊兄弟们 我在油管上一直关注您 好像是兄弟 你还没死呢 叫他忘了吗兄弟 我觉得您 您之前说的一句话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您是先 就是不是先 就是中国 真正的权王 不是公为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别的打拳的 武林峰那些人啊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名 为了利 我觉得您是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 说话 敢说 在油管上是又能打 又敢说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让我 谢谢哥哥 特别让我钦佩 谢谢兄弟 但是我补充一点 给你究竟啊 我不是为了你们 我是为了报仇 我小心点 我天蝎做的 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那个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一龙 是不是在打假拳 OK 所以说这帮小伙子们 说的问题都特别的好 中国有你这样的小伙子 中国就会服务 我只比你小三岁 你长得 首先兄弟啊 这句话我一直说过 就说你们老说 一龙打假拳 老说一龙挑战 薛耀东挑战一龙 薛耀东是挑战一龙 薛耀东是反对一龙的一些言论 我也瞧不起他 没错 但是我从来没说过 一龙打假拳 有的话你们拿正题 视频有吗 你们可以找 我从来没说过 一龙打假拳 你们说薛耀东这文章 这文章都是编辑和记者写的 跟我没关系 什么是写的 薛耀东是作者 你们找我来 我从来没说过 因为一龙有实力 有什么样的实力 一龙属于中国波级运动员业余高手高手 业余的高手 很厉害 业余的很厉害 这是我给他解释 东哥那他为什么跟波球打什么样 跟那么多世界强手打 一龙是在武林峰的擂台上跟那些世界强手打 真正能操控一龙生死的不是一龙的本人 而是武林峰当中给他们比赛的配队负责人 这边十个中国人 十个外国人 我告诉你们 这个配队就太牛逼了 如果说来个民族情绪 好 这个十个人 我掐掐掐掐算算算 最后七场全是中国人赢 三场才能老外赢 老外出七场 我这回就让老外赢 好 这十队还是这十队 他也能安排出老外赢七场 中国赢三场输七场的感觉 都能出来 所以关键的就在于 调控这个人 也就是说在于这个赛事方 所以一龙的今天 全是他们武林峰一手造成的 与我无关 下一个问题 泳川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能打 好 我再问一下 那个东哥 那个UFC里边那个夜魔也用泳川呢 好像 大哥 我跟你说一声 第一夜魔绝不用泳川 第二 真正在UFC做出那个玩的动作的叫什么 叫安德森蜘蛛侠 他做的是永春和这个贺 但是他是看的是李耀东电影 玩了 人家是玩 根本不练通过空火 两个概念 这是第一 第二 您说永春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声 永春是近代 延永春是个女士 确实有记载 在流行的一种犬种 那么我告诉大家就是 永春确实适合女孩打架 永春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 但是 永春一定适合女孩打架 为什么 永春的讲手 他的 他基本上出拳的理论 都是以直线为准 记住了啊 永春就是以直线为准 那么直线打拳来说 永春是最快的 比拳击都快 但是你们忘了一个 你是做表演 还是说 蹦一个重击 把人打倒 打架 搏击都是一个条件 把人打倒 但永春这个拳 他的目的不一样 他的目的是出最快的拳 最少时间出最快的拳 而是其他的拨击 像拳击啊 包括泰拳 不是 他们不那么快 但是他们每击必杀 或者是在对短的时间内 把你打倒 所以 永春是个女孩出的 所以你们看好 所以你们看好 所以永春呢 他出拳 不像大老爷们 我吵你妈 吵你妈 这是真事 你们见过永春 一边嘴 泰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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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永春圈跟现在的国籍摔跤啊 拳击啊 翻打打 根本就打不过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 东哥那个 就现在比较流行 那个巴西柔术 还有那个以色列防身术那个 但是巴西柔术好像 居然在油管上带了一下 说了一下 但是这两个好像说的少一些 能稍微点评一下 OK 马加树 OK 马加树 首先啊 巴西柔术 它的起源于巴西 但是 它这个不是巴西的柔术 巴西是没有柔术 巴西只有一个卡木拉的柔术 巴西下柔术 小伙子行了 抢我买卖是不是 那么真正的这个柔术 BJJ 是日本人传过去的 在清朝的时候 南美人到日本 首先到的清朝 要求移民20万或10万人 到我们南美移民 清朝我们是天朝 不去 之后 人家借到到日本 日本移民20万到巴西 所以现在在巴西这个地方 最亲的国家 是日本跟巴西 都不见得是美国 对不起 我为什么一直要看您呢 那么这个呢 首先我讲一下 是日本人的柔道 Judo 带到了巴西 那么巴西人 通过他们的细心的研究 加上他组合 把日本的一些摔法 简洁掉 着重于地面上的缠道 就变成了巴西柔术 所以巴西柔术 是出自于日本柔道 柔道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搏击的技术 跟摔跤类似 所以巴西的柔术 是一个实战性的武术 但是他有局限性 他是站起来跟你打 你是一个巴西黑带 你站着打 对方一个直拳过来 你也晕 所以一般巴西的打架 就是一站起来一打架 你来呀 你来来来来 都这样 那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巴西柔术 一般举止一对一 你要跟两个人 你就死定了 就基本上没用了 所以这白柔术 那么马加树 给你介绍一下 首先 以色列马加树 他的出自于军用 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在危险的地方 建了一个最危险的民族 是他妈的 是德国那边打的 是土耳其这边打的 是他们阿拉伯也打的 你有钱我买的 阿拉伯也钱 所以这个民族 真的是他妈太牛逼了 金打又金踹 是金拉又金转 就是全身是战斗的东西 所以他的马加树 是适合于军队的军用 军用马加树是 枪械 刀器搏杀 快速搏杀 特种驾驶 特种医疗 高层保护 之后 为了马加树的体系 底下为了挣钱 做了一期 民用马加树 那么民用马加树 传到了中国 基本上民用马加树 都是在捞钱 咱们不能说骗钱 你学民用马加树 是屁用没有的兄弟 为什么 你拿枪吗 对吧 而且我为什么反对 大家学民用马加树 是因为真正的军用马加树 都是特种兵 保镖 军人 练 你们才能练 就是你们适合 如果你们不是也种类 你们别练 你们会很危险 很多说 东哥 我也会 我也会 民用马加树 我夺刀 我去你妈 你们夺 你们见过人砍人吗 我操 夺不了 别这么胡逼 我还说 我多枪 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一小伙拿枪 我把那个子弹都撤了 我打过把 刀撤了 对着我 当时我浑身发抖 这不开玩笑呢 兄弟 所以以色列马加树 对于军方来说有用 但是所有中国人 你们见不着 老百姓 别学 民用马加树 因为民用马加树 你还不如学探情道呢 没他们什么用 练练拳击摔跤 做好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就想健身 防身 第一 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年代 你们必须要学会一点 波及东西 三年后 必有用 不多 就三年 你们爱信不信 必有用 有可能保护你们的 保护谁 别跟我说保护 你们都不 我也不会 保家人 保家人 哎呀兄弟 抢我买卖 我差一句啊 就是现在就是 还有孩子在听 民用对孩子 你先等会儿 我把你说完 我刚有激情的时候 三年啊 说东哥 我操我练什么 你们练什么 只要是真正能锻炼你们的 你们就练 东哥首先推 我的教练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来教给大家 因为这个是受用的 因为这个是受用的 对于你们比赛 你们练什么都没什么意义 但是对于打架 家里的防身 练两个 学好拳跟摔 走遍天下都不怕 大街上打架 就这俩 远了拿拳 震了就摔压子 别轻易的用腿 为什么 起腿 半边空 容易倒地 倒了地 我操 还打架吗 圈踢了就 对吧 跟大家说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三年尽量左右吧 大家多少学一学 迟早要有用 这个中国人太多了 十四亿呢 你们学吧 不学的话 你们将来会不听我的话而后悔 相信我 反正 我现在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都练 都练 我身边的人 我全推荐 为什么呀 你练的不好 没关系 你练一练 你真的哪天 乱了 有歹徒什么 你能保家 去你妈这 保不了 你老实把家门一关 保家 人说东哥 不对 你能不能打操你妈 我们拿把刀你呀 就完蛋了 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你学舞 就在这 我学舞 你们学了舞 你们打全的速度 爆发力就快 如果对方拿把刀 是 但很厉害的 我们很危险 换句话说 我们学舞了 我们速度快 反能力快了 我们要拿把刀呢 你们还敢拿到试试 你拿到刺过来 我的速度比你快多了 我的躲闪 我的力量 一刀就给你捅死你 所以说 不要乱东哥 那我拿一火箭炮呢 那我也拿一火箭炮 什么意思 在对等条件下 所以 还是首先要多脸身 多强身 在对等条件下 你拿什么器械 对你来说都是保命的 就那么简单 好了 这问题又回答过了 东哥 有一个七十岁的大哥 然后过去 武林大会才办吗 武林大会 目前不敢办 我不敢办 是因为 对不起 不是不敢办 我办 我办 能让我办吗 不能 就是我现在办不了 其实我现在一办什么 就是武管中心 武邪这帮傻逼 吃饱 撑着这帮该死千刀万剐的 但是我就纳闷这帮傻逼 不想想五六三四年后 他们会怎么死呢 就是这句话 你很多人兄弟们 你们别着急 这帮人死的会很惨的 去哪 美国不可能要他们 有钱的国家都不可能要 只能跑朝鲜 朝鲜 跑轰了压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开始 王菊还有崔永元先生 你有接触吗 王菊 崔永元太敏感了 我可不想给抓进去 王菊 王菊我们俩经常吃饭聊 王菊现在是没钱了 穷逼了 好了 在我刚从他那个南五环 那个一桩 那个别墅铺来 压租了一别墅 我弄公司 一看 我操没人了 没钱了 完了之后 王菊说小冬啊 咱们弄弄油管吧 我怎么着 王菊 我也给你拿一二百一板 你收钱的 但是很有可能 我估摸着月底 我根本就跟王菊 我们可能就沟通这事 完了不行 他就带油管混混 他这种人出不来了 一旦你说了实话了 你就基本上 你就回不了头了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 这电影特别老 但是特别的老 但我有一点 你们仔细看 跟这个社会一模一样 这个电影还特别俗 你们绝对 国家还不管 随便看 你们知道吗 随便看 这个电影名字叫黑客帝国 123 123 你们就看第一集 123你们全部 23你都不看 就看第一集 我告诉你们 就是有的人 为了知道真相 而放弃所有的融化附会 回到现实当中 那么也有的人 因为碰见了现实 我去你妈的 你还给我扎根针 让我他妈的死过去 完了之后 我回到虚无的东西吧 黑客帝国 你们看看 就明白了 我都他妈不解释 OK 下个问题 今天周四 东哥还直播不 什么东西 没听说过 下一个问题 东哥和那个 东哥和那个 袁老师 竟然不说联系他 想搞历史 那个 那个还是上 刚从美国回来 还上不上 发表了一个 很好的演说 但袁德菲老师 我跟你说 他比我受尽了折磨 他现在变得特别老实 一聊 我给你聊西方 我给你聊 布斯林 我给你聊 什么的什么的 十字巾东征 我说袁老师 咱们聊这个 哎 你说什么 好 我给你聊聊南美 哎 聊聊南极北极的差异 哎 袁老师 咱们聊聊这 哎呦 你说什么 我给你聊 我给你聊聊东亚和西亚 他不聊什么 别的那个敏感的事 不聊了 但是我跟袁德菲老师 应该会有 会有 会有节目 但这个都是在秘密进行 我不能说的太多 完了 刚才你说这崔龙老师 我不说了 那肯定是 那晚上肯定 肯定不敢说 很惨了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节目 我来给王主任老师呢 掌掌人气 这都没问题 但是也不敢说 我敢说 但王主任老师 轻易的肯定不敢说 他说袁德菲老师 我不跟你说是能打 操 这帝哥打 我们又不敢打 那帮你威胁 我就傻逼了 我说没事 王老师 有我呢 好 下个问题 李伯老师 李伯老师 那个曾经见大神 什么时候 哎呦 李伯老师 我都不认识 完了 我们也是 他采访我的时候 说袁德菲 你这是一个千古 他他所达千古难找的大新闻 说我我一定要查到你 李伯老师原来是央视的 因为那那那那那事 最后呢 不干了 后来呢 是现在在美国的 日本的NHK电视台 当一个特约记者 为什么要说 NHK电视台挺好的 因为他是对 咱们中国最友好的 一个电视台 日本的 所以呢 他还不错 现在就在武汉当老师 孙道 在采访很多事 恒这个恒建 那个三河大神 是他拍的 他又拍了一个恒建大神 恒建三剑客 马上就上映 马上就上映 完了之后 上完之后 看看形势 要不他不封声他的话 说 李伯老师说 小栋 我得把你给播出来 我说 播完我 你就快死了 他说真的吗 我说你这武汉大学 这老师 这工作就全了 那我想想吧 李伯老师 特别逗的老师 我们去泰国 去 那的那个 那个 红灯区 我找李伯老师 小栋 你别拉着我 小栋 其实看着我也眼馋 你们知道吗 我也想进去 但是我一看 去娜娜那种红灯区的 全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我操 我他一进去就完了 第二天 徐友东 头天打完长岛 第二天拿着嫖子 去他妈玩去了 我又死定了 所以我就把老师 李伯老师我回来 李伯老师不行 我刚离婚 我不行了 我特别动 对不起啊 姑娘们 不好意思 我把男人的心声 都说出来 这就李伯老师 值得一个尊敬的老师 为什么呀 他采访了一个 真实的东西 但是呢 又不是完全禁止的 又在河边上 大家偶尔还能看的 三哥大神 是播了三个月 就被封了 看不了了 完了之后 横电三节课 马上就播 大家呢 尽快看 估摸着两月也被封 现在你们也知道 这审的是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现在你没发现吗 人迪丽热巴都说了 八个月没拍戏了 现在就是审的认 越来越紧 太可怕了 像左转了已经 好 下一个问题 东哥 您和那个江华 是怎么回事 还有您会和周孝正 一起做节目吗 首先周向正老师 我看不懂 周向正老师 我很尊敬啊 他之前 半年前的 理论 我非常尊敬 后来 到了美国之后 周老师 我不太 看懂 周老师 周教授了 这我抱歉 江华 我可以说 江华什么呀 江华确实人家家里比较好 哦 错了 人家媳妇的家里比较好 人家是军人司令 所以说 现在江华有钱 做克伦局 对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们要这么看待 徐耀东是武林人 江华是商人 他的弟弟叫江俊华 他的弟弟就是格斗世界的老大 江俊华是江华的亲弟弟 亲弟弟啊 这两个人是商人 不要把我一个武林人跟一个商人画一个等号 如果我是商人的话 你们今天都会骂我的 我只能这么评价 好 下个问题 东坡东坡 你未来两年有可能去台湾吗 我未来两年能不能去台湾 一定要等政府发话 因为现在你们都去不了台湾 不是我去不了 现在我告诉你们 怎么去台湾 每一千 对吗 一每千 团签没戏了 一每千 一每千 各千团签都没戏了 姑娘 只有一每千 一每千就是你去看病 可能还能去 要不然都不上去了 别告诉我为什么 我也不能说为什么 你去去问问警察为什么 好 下个问题 还有孔庆东那个事 你骂你 就等啊 到了 我再延长一点点吧 好 我再延长一点点吧 你们还能听吗 可以 我觉得我越听越离的危险 越来越近 都聊到孔教孔庆东了 一会就聊躲爱国了吧 孔庆东啊 我跟你说 在一个月前 他们都让我评价 司马南 我就评价了 但是我对司马南老师还那句话 有很多人骂你司马南 但是我对司马南老师 我叫老师 为什么 他之前在九年代 他确实弃功打假 他也算是用弃功 自己练弃弃功 是烧害者 你看他瞪个鸡巴 在那个床上 你看了吧 那个在房上 那个傻逼吗 后来因为这个 他知道终于明白了 这些都是假的 后来他打假弃功 OK 我觉得这是我尊敬他 所以他还算是个我尊敬的 后来你们知道 他就那吵醒了 对吧 那后来的事 我这就是有恩必报 有还也 有仇也必报 所以我对司马南老师 还是嘴下流行了 他在微博上 其实他也不傻 他知道 他如果骂了徐晓东 他死定更惨 所以他就是比较违反了 批评了我一下 我这人也是 你给我一个面子 我也留你一个面子 我就不聊了 马上让我聊孔庆东 那会我真不了解孔庆东 后来我一看长相 我马上就一句话 就是东哥绝不以貌取人 但是看见了孔庆东 说了一半 我本想骂他 后来我就收回去了 他长得真丑 不是一般的丑 卧槽他那么有媳妇了 所以说后来 因为这个911的事件 因为911 我再是个武林中人 这一个是个世界的灾难 不管是在英国 美国 中国 在日本 在哪 都是世界的灾难 死的不是咱们的敌人 不是美国政府 不是军队 而是老百姓 而且还有十多个华人 这你妈逼 谁弄死这帮人 这个孔庆东 是必须要消灭的 没想到孔庆东 来了一个他妈的侠客 把这帮人认为侠客 我还怕什么 我还怕孔庆东 说的是消防员 消防者 对吧 很多人留言 全希望孔庆东解释 孔庆不解释 后来我们再查孔庆东 他主要是查一下 我们觉得 他说的就是飞行员 为什么 他第一 他从不解释 他要解释一次也行 我们说的是飞行员 或者我们说的是消防员 就行吗 不解释 这第一 第二就是 消防员救人牺牲 那是职责所在牺牲 跟侠客是不一样 侠客是运用了暴力 而以暴来表现出 自己的一个行为能力 这是侠客 那么正好贴切于这帮 恐怖主义暴头 所以当时我他妈了解了之后 我就骂过你 而且我真的抱了 必死的概念 没想到 我接到电话 也是公安的一些朋友的电话 我说小冬 你骂得太他妈对了 我说哥 我怕他们的国宝又找我 小冬你放心 我个人给你保证 他们绝对不会国宝找你 那傻逼我们都他们犯了 这傻逼就他们欠抽 他们我们都没辙 你骂他没毛病 骂他没事 你别说别的没问题 我说那比董爱国 我还安全安全多了 我听完这个我就踏实了 你知道吗 现在什么意思 就是不管哪国人 都非常恨孔京东 孔子七十多代传人 叫你妈长成这样 这是孔子 七十多代传人 还是北大教授 同学们 北大教授 北大 中国最高学府 是他妈的 有孔京东这种人 真是北大的耻辱 所以我 我播完那次视频之后 很多北大教授 全他妈急了 我又不告诉你们是谁了 很多教授联系我 我都不说话 我因为我必须要保留很多东西 北大教授说了 说小冬你说的太好了 我们都觉得你穿重 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教授 我们都他妈没有资格了 因为身为北大人 不为北大 不为北人 叫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啊 都变成了一个傻逼 孔京东那种人出现 这是他妈 他妈中国最大的耻辱 我就敢不含那句话 这是中国现代的最大的耻辱 怎么办 十年以后 有后人评说 下个问题 再说我就死了 您跟那个馆长都是我比较佩服的人 有小声点 接着说 接着说 您跟他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我们俩都骂人 不同地方呢 他活得特别舒服 他他妈跟总统接见 跟议员接见 出去打豪车 全是人 我跟傻逼着 打个比赛 你得去国外 我偷偷摸摸的 我那馆还得卖了 我现在没有买卖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他很牛逼很好 我也很牛逼 我和他 都牛逼 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地狱 你会牛逼的 我们一直支持你 我给你写的很多 看你在我给你写的黄色圈 你写的很多 少说了哥哥 少说 三年以后再说 好 最后三个问题 最后三个问题 东哥怎么评价 就是武警的那些硬气功之类的 OK 纯粹是表演 应付差事 纯粹的应付差事 就是 浩子窝 一代骗一代 下个问题 东哥 陈秋实现在怎么样 他拥抱 牛逼牛逼 都说 兄弟 东哥能站在这就跟你们聊 秋实 我跟大家说 是这样 秋实他是律师 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懂法律 他这么做 是有他的原因 但是我现在绝不敢说了 因为他现在太危险了 危险到已经是 已经是背后就是针扎了 就是针了 就是刀子了 就这种地步了 我提醒过他 让他再多说了 我说你先别说了 他不理我 他最新的那个视频 看起来精神伤害好 他现在确实是自由人 我首先啊 他确实自由人 在北京 他没去日本 确实有原因 但是呢 他都是律师了 都不让他去日本 他都说话都无门 你想想咱们怎么办 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例子 就是你们要看穿很多事的本质 但是这个时候 首先要沉默 但是我要说什么话 就是同志们看清楚了 对吧 你们能真正的善良的话 东哥 我觉得你特别好 但我支持 我没不敢支持你 我有家有孩子 东哥什么 如果你们真正善良的话 你们选择一个东西 你们选择沉默 但是绝不能帮着这帮傻逼 帮着那些坏人骗子 再害人 所以葬那帮人 你们惹不起的话 兄弟们沉默 有一些事让我去干 谢谢 好 好 好 牛逼 签字就不签了 留下证据就得死得快 合影呢 可以合影 完了之后 因为人太多 我挨个合影 真的来不及了 咱们这么办 第一一起合 第二呢 你们自己的自发组织 咱们十个人一播 咱们就照个上相 我们完了 女孩呢 人家离我近点 咱们尊敬 老人留近点 完了小伙子们再稍微就行了 好吧 最后两个问题结束 还有两个 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觉得你比大多数的普通人都非常有勇气 感受真换 你的勇气是来自于哪里是 天生的 师傅跟练舞有关心的勇气 天蝎座 梁子 你们都错了 哈哈 都是迈克杰克逊一首最牛逼的歌 一步步逼来的 逼 都是被逼的 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问题 一切他刚刚开始那个人 逼错了 哈哈哈 下个问题 肯定不能说 下个问题 然后您说 你还是对王志安家叫孝心吧 这个人我不看 可以哥哥 你看王老师 我跟你说 就是有些时候什么 我对他理解啊 是什么 他首先要吃饭 他在讲主意 在讲他的未来 他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他可能得妥协 但在这点上 哥我觉得是可以的 他先妥协 但是我还那句话 你可以沉默 但是你别助纣为虐 就像这句话 我也今天做最后一个词 送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 身体健康 好